讨论到了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最近频频失言 我想这个大使也知道 就身为一个医生 就有讲什么精神分裂 然后说什么吃碰病 可以这个身强体健 那巧琴就立刻跳出来说 你这个违法 因为你这个没有 宣称会有疗效之类的 就是我们刚刚大家在讨论说 他最近怎么会频频说错话 清平说凸显他的心态 可能傲慢 瞧不起 那吴家董事长认为 没有 就是急了 因为最近呢 在这个媒体上呢 其实你看不太到赖清德的版面 几乎呢 好 你要说乱 可能是蓝绿内乱给盖住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对 民进党的立委呢 确实也经过一波波的内战 那对 尤其这个诚信条款 这个部分 在党内很多人不甩 然后整个这样厮杀下来 对赖清德来说 他的领导威信 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毕竟伤痕累累 所以吴家董事长才会说 再加上这一波感觉起来 他被边缘化成了边缘人了 就是总统人选不见了 感觉赖清德明显拉不回 他所期待的选战节奏 大使怎么看 其实赖清德今天能够混到这个位置 混到这个位置 混来的 他是这个靠意识形态 他就是他只有一个政治标签 就是台独今孙 台独大佬给钱给力 给人嘛 帮他捅到今天位置 那实际上 他性格有问题 能力有问题 判断有问题 知识有问题 随着这个选战 进一步进驻 从这个潜水 再到中水 中深到深水 你就会看出来 他会发觉 他这个人问题太大 那他这个做意识形态的教主 主要靠什么 靠他的个性 个性就怎么样 他为了他的意识形态 他可以跟人家怎么样 打得头破血流 那这是他唯一的长处 我每次看到他 我就想说 一个在议会里面 跟朱新宇 拉着头发 打成那种 刺牙裂嘴壮的人 这种人 还有什么理性 还有什么智慧 还有什么 基本的素养 没有啦 那你看他在做台南市长的时候 那个李全教 他怀疑人家 他就可以不去议会 两百多天 两百多天 心中目无法记 所以我觉得今天 民进党他们会后悔 选出这一个人 我们其他人 我们就庆幸 选出这样一个候选人 那他现在是慌了 所以啊 你也觉得他慌了 他慌了 为什么 因为 民调部都他领先 因为他现在最 认为最大的敌人 是他自己 我这种人 他最后会 会进退失聚 他最大敌人是他自己 就从他开始讲 和平保台开始 因为他知道 他身上的这个 所谓的深绿的色彩 是他将来问鼎大卫 最大的一个阻碍 所以呢 他就开始怎么样 跟这个深绿开始 划清界限 那这一划清界限 就变成他整个 现在脚步大乱 我认为他脚步大乱 然后呢 他在民进党内部的改革 事实上尤其在这个提名阶段 提了这些 马上要提名了 用这些高标准 高道德标准来喊的话 事实上他已经提到很多铁板了 所以我觉得最近 他就变成有一些 风言风语出来了 那前一阵子 那又回过头来 第一个 不在抗中保台 可是又发觉 好像美国人还是很强硬 美国人的政策是很有的 回过头来 不准以美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又说 台湾人没有什么 没有反战的权力 那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只能打 只能主战 所以这一些前后矛盾 在短短的他 出来问鼎这个位置 三四个月之间 前后反复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能力不足 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因为选举 你今天我是台独精 所以就能选上 那你太低估台湾选民的这个智慧了 他选举不但要台湾选民 支持他还要国际社会 还要老美 还要日本 还要大陆 大家都在观察他 对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进退失据 所以频频失言 那大家就开始在检视他了 现在对他的检视 他走到哪 你看他装的人模人样 旁边前出后涌的 把他保护得好好 这个保护的这个城 很快就没有了 为什么 进入到选战的 我说这个渐渐走到水里面 基本上他就要拿出真本领来了 你再给我什么碰壁 什么这些东西再出来几次 大家认为 原来这就是一个草包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大草包 对 现在选战还没有正式开打 还没正式开打 就已经先这样了 然后他其实某种程度上说 我做了民进党的主席 然后我这个可以怎么样 调拼潜将 问题就变成说 你能调拼潜将吗 你除了调拼潜将 你还要分派利益 你这种个性能够领导吗 他在台南市长有什么建树 留下的一大堆的豆腐大工程 他建的那个核体 根本没几天就通通垮掉了 只是说他那个时候 很多人是怎么样 他真的是有些人在照顾他 所以没有让他在台南市 那一些狗屁倒照市 通通通通通扑出来 他用的人 不是那个小云的男朋友吗 对都是这些人啊 他他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所以是一个造出来的假神 他是不断的被造神架出来 我觉得他今天后面 大概大家会越来越看清楚 草包 只有意识形态 那个态度高傲 这个非常的傲慢 然后呢 很多事情呢 专制独裁 基本上台湾念过初衷以上 都不会讲说 你不能去怀疑美国 这个怀疑美国 最后被美国的AIT的 这个处长打脸 这是言论自由 你凭什么叫别人不能怀疑 这是宪法保障给我的权利 你今天算哪颗冲啊 你不过就是人民团体的 一个负责人而已 你还没有掌握公权力 你手上一点公权力都没有 你有什么权力 告诉别人说 你不能做这个 你不能做那个 还没有拿到权力就这样了 那最后还说 台湾人没有权力反战 我今天我就反战 你能拿我怎么样 对不对 这种人 这种态度傲慢到 无知到这种程度 在举世 我不要说我们台湾 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 如此还没有 要竞选大位的 就在那边警告选民 这个你没有 那个你没有 结果人家选民都跟他说 对不起啊 这是宪法保障 你就是国王 你也没有权力讲这种话 还没有八字 还没有一撇的 所有的狐狸马都出来了 那这个后面反 除了他傲慢之外 我觉得后来我发觉 真的 有一点错怪他了 他不是傲慢 他是无知 好那说到的这个两岸论述 我们来看到这个侯友宜 怎么讲的 侯友宜呢 说杯子是中华民国 台湾是水 应该跟对岸要平等尊严 友善务实的交流 才能够避免 被迫水赋 那当然就引起了很多 关于杯子和水的 相关的解读 这个联合报的评论是 侯友宜不强调 亲美亲中区隔民进党 区隔绿 好这个杯子理论呢 说是引用联合报副董事长 黄年所提出来的 好 结实他心底认为 中华民国和台湾 是一体两面 存亡齿寒 不必为了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 在内部搞分裂